我看谁敢逗我的儿子 这个小东西一副穷三样 怎么能是你这儿子的 对呀 其他玩中就没有爸爸 是你的孩子 你个吃饶盘力的窝囊废 你自己的儿子被人欺负了 你现在是帮儿子讨不公道 你一个小野种啊 你 顾少太少 你们还敢放弃呢 顾总真的不好意思 让您快笑话了 我看您先生是在钢尾上拍得太久了 再下来 林霄 快 快上小白道歉 我不要 应该就是他给我下回道歉 请议事 可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说了那么多混账的话 那个你原谅我吧真的对不起 这个都是我鼓活孩子他爸的 跟老林霓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原谅我吧 听议事 你看这事 就算了吧 我最讨厌被人走过 尤其是这种不光彩的手段 大白你怎么太晚了 回够不上呢 刚才那个叔叔是你请来帮我们的吗 谢谢你请了那个帅神时候 小白有了爸爸 爸爸在哪儿妈咪喂爸爸 小白 你别闹了好不好 大白你放了好转的车啊 小白 妈妈有点急事 你先上去 桌上有你爱吃的书片 好 好 好 你好 你好 秦小姐你好 我叫李苏玉 是顾总的助理 你好 秦小姐 顾总已经知道了秦小白的存在 现在 要带秦小白回顾家认主归宗 希望秦小姐能够理解 我接受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顾总 秦小姐已经同意小少爷回顾家 好 直接把钱打到她的账户 多少点 不是的顾总 秦小姐希望能够再陪伴小少爷两个月 并且以后保持和小少爷的联系 只有这些 她没有提到钱的事情 行 让她收拾一下来顾家 我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 为什么还要逼我 秦小姐 你先别直接拒绝 小少爷毕竟年纪还小 到一个新的环境也需要时间适应 这样对她来说是一个过渡 对你来说也能满足心愿 不是一举两得吗 不就是去顾家住两个月吗 又不是龙潭虎穴 去就去 大白 这不是昨天的帅叔叔吗 你又找他来 反应我的爸爸吗 他是你爸爸 我没有叫他来演戏 他是你真爸爸 大白 我 我可以叫他爸爸吗 当然 去吧 小白 大叔叔叔 我可以叫你爸爸吗 当然可以 爸爸太好了 我真是你爸爸了 爸爸太好了 我真是你爸爸了 有点宝贝 太奶奶好 好啊 好啊 小白 奶奶对去看看给你准备的新衣服好不好 大白 可以吗 去吧 走 我们去 走 我们去 走 我们去 别以为住进来就是这个家里的女人吧 最好没有什么废风之下 否则 别怪我让你怎么递出门 顾先生 你大可放心 这两个月我就是来多推小白 该做什么事情我心里都清楚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小白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帅不帅啊 当然帅啦 我们家小白 全身都是衣服架子 穿什么都帅 小白 肚子饿了吧 奶奶给你准备了一桌子菜呢 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 好啊好啊 我们去吃饭吧 妈妈 嗯 爸爸 有你陪着我地方我太开心了 以前我和妈妈两个人可无聊了 那以后 爸爸今天陪着你好不好 好啊好啊 小白 爱吃鱼吗 爱吃 妈妈也爱吃 多吃点啊 小白 乖乖乖的和爸爸在这玩一会儿 太奶和妈妈去说几句话好吗 啊 真鬼 这是两百万 拿着之前离开顾家 从此再无瓜葛 如果想看孩子一周来一次可以吗 顾太 我知道你们顾家有钱 我虽然没钱 但这些钱我真的不稀罕 我答应来顾家 就是想多陪陪小白仅此而已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现在是不能证明什么 但时间会说明一切的 我会让你们知道我来这里单单是为了小白 咱们走着瞧 小白 赶紧起床 太阳都摔屁股了 赶紧下来吃早饭去幼儿园 小白 我好逛啊 小白 我好逛啊 妈妈已经做好早饭了 赶紧收拾收拾 下来吃早饭 不然上课要时到喽 夫人 这是我今天早上特意为小少爷 准备的样子一碗羹 行不行 你平时去给他吃这个 你不是拿他在长身体啊 看我们小白瘦的 奶奶不是这样的 我特别喜欢吃 这是妈妈做的面包片和煎蛋 而且我觉得这些很有营养 好吧 那既然小白喜欢吃 我们今天都陪他一起吃吧 什么 明天早晨你不要早起了 以后我们早餐就归你了 我可不想吃他做的 他不会是在帮我吧 不可能 他一定是看不上我做的这些东西吧 小白 爸爸喂你 你就想一口就好 小白 你就尝尝看看一些吧 嗯 爸爸妈妈 一会儿能不能牵着我手下去啊 可以啊 爸爸带你下去 我要进去了 爸爸妈妈再见 管人记得早点来接我哦 放心吧小白 妈妈一下班就过来接你 不过你要记住啊 在一二园里要乖 不许再打架了知道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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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有个面试 悠悠重口抵挡不住啊 之前的事还是传到了公司 哎呦 就是 不是要跟第七个男人才争论 老婆跟着他活说会 最终我还是辞了职 几年前家里出世 后来意外怀孕 连学业都给耽误了 我的专业是室内设计 可是没有毕业证 面试基本都被拒绝了 现在简单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拿减轻 不去到下室了 不用客气了 爸爸你回来吧 我好想你啊 爸爸想你啊 这不应酬刚结束就回来看你 这样 等爸爸玩完 去陪你玩好不好 好 小白 妈妈今天出去面试了 我最满意的一家公司呢 是一个很大的设计公司 到时候妈妈这点钱 带你去吃炸鸡好不好 好啊好啊 妈妈这么帮 一定能行的 行业内最大的设计公司 应该就是起兴集团了 爸爸你看我学生哥也得了满分 小白真棒 爸爸我要洗澡了 今晚你和妈咪一起陪我洗澡好不好 我有个超级大的水晶 特别好玩 妈妈一个人陪你就可以了 爸爸工作很难的 别打扰爸爸好吗 不嘛不嘛 我就让爸爸妈妈都陪着我 可以啊 好吧好吧 小白 看招 小白 你在干什么呀 妈妈都被你弄湿了 快抱歉 大白 你太无聊了 爸爸看招 小白别闹 别闹 别闹 大白你没事吧 妈妈没事 爸爸好厉害啊 小白你别闹了 赶紧洗澡 洗完澡回去睡觉了 赶紧洗澡 洗完澡回去睡觉了 顾总 干什么呀 撞开我 行不觉 这么多年 你恨我吗 我 我 我不恨你啊 我恨你干嘛在这里啊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死气败烈地 赖在你们顾家不走的 两个月以后 我会自动消失的 你走吧 别让我再看见你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是在做梦吧 明天穿什么呢 秦小姐 秦小姐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设计部 左边是设计主管的办公室 她叫房奥山 你自己过去找她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你啊 麻烦了 进 班主管 我是新来的设计师 我叫秦沐轩 没有介绍这么多 简易上都写着呢 不过我很好奇 你一个本课没毕业的 来我们顾思能干嘛 樊主管 我的确学历不高 但是我来到这么大一家设计公司 我就会认真对待个工作 如果我真的能力不做 我会自动辞职 所以你这么自信 那顾氏集团 那个项目我就交给你了 一天之内 然后看到你的想法和顾思 顾氏集团 是顾子晶他们公司的项目吗 哎 新来大美女过来过来 加油 我看好了 等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 我们和故事集团合作啊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们对项目的要求 那是十分严谨 尤其是这个设计稿 那更是吹猫球词 我记得最严重的一个 我们交上去的设计稿 被推回了十几次 哎 哎 司律总也输了 哎 谁要是能把这个项目搞下来 奖金直接翻倍 不过呢 现在都没有人敢接这个烫竹山鱼 所以啊 一定要加油了 走 男主管 出货的设计稿已经准备好了 您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公司给其他人 跟闭子眼睛都给你设计得好 把回去大改 您那样小了可爱哄我 班主管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既然我们要开发一个新的大型的商场 那么设计就应该简约 并且有一点独特性 室内有一个幼儿园 我觉得应该设计在一楼 毕竟有些小朋友可能会害怕坐电梯 而且还有一些老人 他可能 够了 我没时间听你的思路 我想要是一个完美的设计稿 三天之内 如果你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那么就请你去别的部门 我们这里不要卸认 您要是这种态度的话 我怕是一个月都交不了你满意的设计稿 说什么呢 自己设计稿不行 还不让说了是吧 搞什么呢 四度总 四度总 布总 你们来的刚刚好 这是关于商场能力设计稿 我和凡主管有不同的意见 希望你们能够评判一下我的这个设计 这个女人的设计稿很新意 调理清晰 很容易吸引大众的研究 总的来说 项目和想法都很不错 之后你跟我回到公司 细节方面我们再讨论一下 你先帮人家造部门进我公司 成为一个主管 你应该清楚一个部门的最重要的就是 团队合作 其次才是个人本身的呢 要想做个规短 你就要学会接纳别人的优点和创新 你先帮人家造部门进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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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帮人家打包拼 你该不会是喜欢人家吧 她是我儿子的妈妈 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倒是你啊 策划案抓紧给你 少跟我说这些名字 清宣 走了 顾总 好的 但是我刚刚来这里 我刚去杜彦打个招呼了 从今天开始呢 你作为情形请来代表 去故事集合 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好继续过程 好 谢谢顾总 我可以努力打给你 你下班了 跟我回家 好 大白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已经走了 你好长时间了 妈妈在加班啊 所以现在才回来 嗯 好 笑语 这是小白的母亲 为了陪小白 才来我们顾家的 她是了解了一些 这位陌生女人的事 她叫颜笑语 是顾老太顾娇的孙女 嘴巴很甜 很会讨人欢心 顾老太被她哄得 一整个晚上都很开心 也是一个二线的娱乐明星 小有名气 虽然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但看得出来 她的目光一直在顾子金身上游历着 嗯 奶奶时间不早了 我今天就先回去了 爸爸妈妈会担心我的 我下次再来看你啊 笑语还和小时候一样的 懂事 奶奶今天就不留你了 以后常来家里玩 子金 来送送她 她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不用麻烦了奶奶 外面打车很方便的 子金哥哥这么忙 就不要麻烦她了吧 那怎么行 现在外面那么乱 你现在可是明星啊 那我不能随便出去的 知道吗 子金 奶奶我知道了 子金哥 我们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 老是被别人欺负我 你总是保护我来着 你家是在盛野街吧 嗯 没什么反应 换个话题吧 子金哥 小白真的好可爱啊 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子金哥 谢谢你送我回家 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到了打我电话 这是我的名片 我 你告诉我 灯钓探了 你知道 nuc 早点iller 一 minute 牧子 你 您发现 mano 我等我 没有啊 我就是出来倒杯水喝 时间不早了 先去休息了 你要不要也喝杯水 不用了 小白睡了吗 刚刚睡着了 五年前秦家卖人求若 那个女人居然瞒着我想独自抚养小白 以我的性格 本该狠狠报复她 把小白从她身边带走 还要让她尝一下被人设计的滋味 可是 什么 让秦沐轩过来一趟 什么 秦小姐 秦小姐 少爷有事找你现在在书房 好 我马上过来 来 接一份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 我答应你 留在小白身边 这两个月 但是这两个月之内 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俩之间的关系 你大可放心 我 别起考读承诺 我更相信白痴黑痴 顾董 我已经签好了 我现在可以回去陪小白睡觉了吧 等等 为了小白的身心健康 这两个月之内 你不准跟别的男人交往过敏 还有 不准跟小白说我的坏话来抹黑我 懂了吗 嗯 嗯 这蠢女人怎么就只能想到小白 五年前损失更大的是我好了 怎么又想到对我们负责 妈咪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什么都没看见你 小白喜欢爸爸吗 嗯 嗯 那爸爸一定会对小白很好的 小白以后也一定要很爱爸爸哦 嗯 还有妈咪 嗯 乖 小白早点休息哦 晚睡的小朋友 可是会被大灰狼带走哦 知道 嗯 又婷 约瑟 秦玟璇 我刚跟你另外报名协议 希望你不要委员 付出我 妈妈吃 秦家破产后 这些年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 怕是不容易 来小白 爸爸 你给妈妈要做一片吧 小白 这种事情不可以和爸爸的 可以 赶紧吃 吃完秦松小白去学校 不然跟我回公司 嗯 不用 我可以自己打车 抱歉 这里可打不到车 妈咪 你就让爸爸送你去吧 不是你们两个工作的地方 在一起吗 大白 你去做货架车来做 我要一个人做 你去做货架 有什么 可以 吗 咸 Alors 你去做货架车 我要一个地方 我尝尝 你去做货架车 牧总 你 别动 怎么 你以为我不要买什么 没 没什么 是吗 对不起 听不清 95年当中 你出了我 应该没有别人 我在问你话 没有 好多人在问我这些问题做什么 难不成顾子静也有八卦心理 你先进公司吧 一会儿我过十五分钟再上学 好 你好 我是故事集团负责交接的人 我叫楚风 你好 我叫秦宏轩 我是极信集团派遣过来的人 这个合作对我两家公司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希望能与秦小姐合作愉快 总裁 刚刚严小姐来了 就是总裁您 总严小姐回去的画面被拍了下来 当天我就发邮件发到你的邮箱 并且做了最紧急的公关 现在新闻已经压下来了 这样 跟严小姐说一声我没空 等了两个小时了 辛辛苦苦熬了一碗上的汤也凉了 紫洁哥哥 怎么可能 总裁没时间见你 你还是回去吧 怎么可能 严小姐 这里是故事集团 请你搞清楚 如果出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丢脸这么简单 你 那你跟紫荆哥说一声 我下次再来找他 好 孙奶奶 这次好像是我做错了 上次紫荆哥送我回家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被记者拍下来 欢迎紫荆哥哥生过气怎么办 傻丫头 紫荆有多大本事 奶奶我太清楚了 这点绯闻她都压不下来 还怎么做故事集团的总裁 你真的和紫荆有点什么绯闻 哎呀那也没事 奶奶你胡说什么呀 现在紫荆哥哥有了秦小姐 还有小白 欢迎秦小姐多想不明白呢 傻孩子 你真是太单纯了 秦沐轩当初设计 跟紫荆上床才有了孩子 这次要不是我儿子病重 想要看着紫荆有孩子成家 才肯厌弃 我们顾家 怎么可能要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那秦小姐岂不是 放心 我不会让她在顾家 待太久的 要是紫荆哥哥不愿意怎么办呀 她有什么不愿意的 从小她就听我的话 难不成为了一个陷害她的女人 你不逆活 倒是你 可惜了你对她的一点心意 你胡说什么呢奶奶 别以为奶奶老了 其实奶奶都看在眼里呢 只是紫荆现在有了孩子 奶奶就是再喜欢你 你不能拖累你 我愿意的奶奶 我忘了紫荆哥哥 我做什么都可以 小白 你也不介意 小白是紫荆哥哥的儿子 我怎么会介意 而且紫荆哥哥还是被那个患女陷害的 好孩子 奶奶知道你还喜欢紫荆 奶奶一定帮你 谢谢奶奶 秦小姐 我可以坐这儿吗 嗯 可以啊 秦小姐的设计稿与方案真的令我眼前一亮 信价大的同时就具备了深度与可惜的信 你真是够奖了 顾紫荆都不用吃午饭的吗 你刚来可能不太了解 刚刚走过去的就是我们总裁 哦 我知道 财经新闻上经常报道的 我都忘了我们大老板可是个风云人物 楚风 你在公司工作多久了 总裁人怎么样啊 去年年会见过几次 感觉看上去就是很严厉的人 高高在上一看就是个男人的角色 不过我觉得吧 总裁个人习惯不太好 去年年会总裁未出血 直接从公司送到了医院 啊 所以啊你也得多吃点 刚刚看你扎头设计的时候 真担心你也跟总裁一样 嗯 怎么会 不过谢谢你的关心 我会注意的 这里要是打车到顾家 肯定是几百的价钱 但是购子机又没说 下班的时候会送我回去 怎么办呢 用不用我收你的吧 呃 不用了 天太黑了 注意安全 没事 莉嫂 加杯咖啡 总裁 你今天也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没事 反正回去也没事 你先帮我收拾一下 我还有点事 不过是这样 你自己看这个机 我再等你下班啊 我事情没有结束 你不知道自己打车回去 也不知道打电话来问问什么事 你也要吧 下车吧 不对啊 秦玉玄 你该不会是舍不得那几百块钱打车费 所以你留下来等我呢 既然你省不了那两钱 当初我给你钱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介绍 这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了 某人在五年前 不是也想用身体 只换一笔可以整须他们请假的资金铺 只不过五年前我又给了你 顾自欣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 总没有你心里装的其他的男人 还爬上我的床那份恶心来的过分吧 你在说什么 妈 我不知道她 你又停 妈 不要 秦玉玄 你以为跟我丑相关系之后 你都能全身而退 我求求你放开我 你 顾自禁 你 不知道五年前那件事情是我们秦家对不起你再接 但是目里承舟 你要恨我 埋怨我 不原谅我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那件事情 我也失去了很多 我也失去了受害者 受害者 受害者 不认为我 妈妈吧 哎呀 妈妈 你上班这么久肯定累了吧 嗯 等一下我给你让我见 好 来 自禁 你也真是 每天都等着一张脸 哪个孩子愿意接近你呀 妈 今天颜小姐又来家里了 老夫人的意思是要撮合你呀 你的意思呢 随便吧 嗯 秋点了 正会儿先带小白上去睡觉 小朋友不能晚睡 嗯 爸爸 这个星期天 你能 带我去上马尔海上海洋公园吗 和妈咪一块 可以 问妈咪一下 妈咪可以吗 嗯 耶 妈咪 爸爸晚上都很晚才从厨房里面出来 你要不要去让爸爸也早点睡觉 妈咪你去吧 爸爸提你回去吃花的 出去 爸爸 妈妈有话想跟你说 妈妈 妈 我让淳爸上来开门 呃 顾总 呃 那个 小白希望你能够早点休息 别总是办公到这么晚 对身体不好 那你呢 我 我 小白关心我 所以让我总是 在你呢 你也是关心我吗 嗯 你毕竟是小白的爸爸嘛 那我关心一点你的身体也是情理之中 这样你才可以好好的看着小白长大 仅仅是因为我是小白的爸爸 嗯 顾总 我们从头上已经签得很清楚明白了 两个月以后 我就会离开了 这两个月以内 就算是为了小白长小 我也会过成一阵 那不如 我们来解决一下生理问题 顾总 请你自重 放心 我可没那么急不择时好吗 哈 没那么急不择时 那刚刚听上来的是谁啊 啊 啊 几经你怎么还不休息 妈 我看完这本杂志就水 你先去休息吧 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别躲了 我妈已经走了 啊 顾子晶演技厉害啊 上一秒还宛如禽兽一般 下一秒就能伪装的衣冠楚楚 人模人呀 简直非人类好 嗯 顾总 要说的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 这两个月我们井水不搬河水 我希望今天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秦布宣 你是在跟我谈条件吗 那么多的女人 巴不得想要跟我有欺负之情 怎么 你很嫌弃 明明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 顾子晶 你就是仗势欺人 满目讲理 顾总 五年前那件事情是一个意外 我也是一个自己自爱的女人 当年那样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 当年那样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 妈咪生气了吗 妈咪没有生气 但是小白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的 以后 不要把爸爸和妈妈关在一个房间了 好吗 妈咪不喜欢爸爸吗 我只要妈咪就好了 如果妈咪不喜欢爸爸的话 我也不喜欢爸爸 小白乖 妈咪没有不喜欢爸爸 你也不许有这样的想法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那肯定是吧 嗯 你慢点吃 小心捏着 嗯 嗯 早餐怎么还没上去了 今天你起到晚 我让李叔先带他去学校 我们直接去公司 嗯 风景该由我好看 你不用这么可以躲住 昨天的事情是我唐突了 以后不会了 这一首一声 这么高能做 我要上班 review 扭过去的 你可以用这一堆帐 就是 具体的帐篇 他是小的 你看看 你知道我好看 清晰 你看到吧 顾左的眼神跟要杀了吧你啊 他可能平时眼神就那样吧 喜欢就好 主播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没事 秦小姐能找你有事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知道有什么事 请让警察医先去一次吧 主播 这里是我的路口 你帮你帮你帮我一下 顾总找我是帮案出了披露 还是设计图出了问题啊 当顾紫荆的助理 整天对着他那张冷脸 心理承受能力该有多强啊 总裁人带到了 嗯 让他自己先来 顾总 找我有什么事情 工作完成怎么样了 嗯 已经差不多了 等这个设计稿改好之后 工程就可以正式开始 嗯 周末游乐场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 据我了解 你可能要去工地试试一下情况 那我到时候提前去一趟工地 明天就不用接我回家了 我会在公司提前处理完工作的 我可以等你 不用 深夜自己打车回去不安全 而且据我了解 你并没有亲戚朋友在附近 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 睡在公司 我可不想被人说 我身为一个老板 却苛责员工作室 那就麻烦你了 我看时间不早了 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 丽莎 准备下午饭 顾紫荆 你心里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啊 不知道 她吃过午饭了吗 太平衡了 贡献了 产生 不 swollen 不丝 不微 吃Group 我 你 否 一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走他教讯会久去干嘛了 啊 没什么 就是项目出了点问题 一点拼渤而已 咦 呃 知道你绝我 measured 可以给你打的一份 哦 不用不用 pojaw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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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要下雨了 哪 不用了 没关系 没事 我还有一把 来 谢谢了 今天 八三钟 为什么 我不喜欢你带别人的东西上场 我有洁癖 什么叫无理举闹 什么叫瞒不讲理 之前我都没发现顾子已经有洁癖的好吗 顾总 你自己先回去吧 我打车回去 小白 爸爸你是不是欺负妈咪了 不然妈咪脸色怎么会这么难看 爸爸没有欺负妈咪 你上去跟妈妈说说话 做得她开心就好了 真的吗 嗯 爸爸快帮我下来 我要上楼找妈妈 这么喜欢妈咪 都不跟爸爸待会 嗯 因为妈咪 是我 最最最重要的人 嗯 好吧 好吧 看来 刚刚真的把她架到了 要不要去看看她 子欣哥哥 我终于在家里见到你了 我上次去你公司的时候 你们那个助理真的好凶啊 我都不知道你是总裁还是她是总裁 你怎么在这儿 顾奶奶叫我来吃饭呀 子欣 是坐在小雨身边 她是客人 你应该赔赔赔赔啊 顾奶奶 奶奶 子欣哥哥和秦小雪坐在一起 理所当然 您就别出瞎主意了啊 长大了是吧 奶奶的话也不听了吗 奶奶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我现在有个小孩子 不会继续你的意见 你是要气死我了 难不成 你就带着儿子 跟我没有老婆的日子嘛 那有 奶奶别生气了 其实 其实我对子敏哥哥 也不是那个意思 你可能误会我啊 我不喜欢子敏哥哥的 太奶奶 你如果不喜欢妈咪的话 我可以和妈咪 一块离开这 太奶奶怎么会 不喜欢妈咪呢 吃吃吃 妈妈吃 肯定是秦穆轩教授小白这么说的 否则才五最大的孩子 怎么可能说这些话 看来想成为顾家少奶奶 还得从秦小白下手 否则千辛万苦把秦穆轩赶走 妈你小白不喜欢我怎么办 小白 来 喝羊奶想糟糕啊 秦阿姨 我不喜欢喝羊奶 而且妈妈每天晚上 都会给我泡麦片吃 为什么会有耽误小孩子 被秦穆轩抱的想法 太可笑了 我最近是走果入魔了吗 比秦穆轩好看吃幸福的人 我记得还少了 时间不早了 明天就细思 我飞着小白 只要从秦穆轩下手出发 我就不信 不能把这个儿子的心 拿捏得牢牢的 小白过来 你跟爸爸玩一会儿 也要准备去睡觉了 嗯 顾总 还有什么事吗 为什么小白有景气 我不要 所以顾紫荆的意思是 让我公平对待 也亲亲她 这个男人的脸皮 到底掉到哪里去了 和一个小孩子一样 要亲亲 好像爸爸说的没错 妈咪 你说小孩不能偏心 你也不能喽 大不了就当亲一头公主好了 反正又不是没有清楚顾紫荆 那妈咪现在平时洗脚了吗 嗯 可以了 可以了 妈咪 你早就要回头啊 不想去鸡 好小白 进来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嗯 愣着干什么 还不成功 顾总 你能先出去一下吗 我对你没有丝毫兴趣好吗 而且 你身上有哪个地方我没见过 既然你对我没兴趣 有什么好怕的 空声 周天 为你在风一变 材狼一变 contribute up 就像一天 沙沙的车也失眠 谢谢 继续聪了 好了 好了 妈咪 今晚爸爸要给我讲童话故事 爸爸可以跟我们睡一个房间吗 小白 爸爸喜欢一个人睡 你不可以这样要求爸爸 可以啊 小白 顾子晶最近是吃错药了吗 小白 醒了 你还没睡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怎么从窗里出来了 妈 昨天晚上跟小白讲睡前过午时 然后就睡下了 你跟秦慕萱 妈 早晨我还有视频会也要开 我跟秦慕萱之间没什么 秦慕萱 怎么了 紫禁 你还没吃早饭 我回公司去 慕萱 帮我看着点紫禁 也要让她吃早饭 好 坐前面 嗯 顾总 到公司记得让你的助理给你买份早餐啊 你给我买 我妈教的男人是你 这个男人帮他做是什么态度啊 顾紫禁胃不好 嗯 喝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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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你胃疼 刚刚怎么不跟我说的 我可以帮你带点药 也没什么大事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早上在家的时候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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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干嘛要喂顾紫禁啊 他又不是没有手 嗯 嗯 你在这等一下 我去帮你买药 要是实在不舒服了 就让助理陪你去医院 听见没 清不轩 你这么关心我 仅仅是因为小白吗 不然你以为呢 要不是看看你胃疼 你当他这样 我早就听到你半支不随了 你刚买药的时候 不知道我的精神轻度胃疼 还是重度胃疼 所以所有的药都买了一通 哎 好贵啊 这小鲜板的价格 能不能找负金报销啊 小鲜 你买这过多药 生病了吗 呃 呃 我 我家小鲜板生病了 也不知道给他买什么样好 今天就买一大堆 只有你家宠物可真好 改天去你家玩玩呗 呃 好啊 你平时都吃的是哪一种药 这个和这个 每瓶三颗就够了 那我把剩下来退回去 人家为了我 就不能多花点药钱吗 不准退 为什么 为了防止我下次为止 这些药得留着备用 难道这些药都能吃吗 算了算了 他现在是病人 是病人 不能生气 嗯 那你记得好好吃药 我回去工作了 真是百年一遇 总裁脸上 竟然会出现失落的表情 竟然会出现失落的表情 真是百年一遇 这应该是储风送了吧 秦布轩 你还不回去吗 哦 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 储风你先回去吧 哦 啊对了 我送你的巧克力记得吃啊 那是我姑妈从国外带来的 我想着我又不喜欢吃甜的 所以就带来给你吃啊 原来是这样 还好 哦 谢了 喂 你怎么在这里啊 完成的差不多了吧 回去吧 哦等等 哪来的 哦 储风送的 带回去给小白 嗯 走啊 走啊 醒了 顾子军 这个男人睡觉只穿一条短裤的 走吧 去哪儿啊 你不吃饿了 吃点什么 哎 蔬菜粥吧 哦 哎 要不还是我来吧 出去 哦 要是顾子军把厨房炸了怎么办 看一个养尊处优的人上人 怎么可能会做菜熬粥呢 来 尝尝 嗯 顾子军 你煮的粥也太好喝了吧 晚上不能多吃 不容易笑话 早些休息吧 顾总 好 这个女人还真是顾客拆桥 粥喝完了 撑不就回去了 你可不可以叫我做菜啊 我不是个土地 不过 我当然可以做给你吃 但有个简直条件 什么条件 比如说 取幼 顾夫人陪小白睡在里面 那我 情不需要你这边在嫌弃我 我没有 那为什么不进房间 你穿着又太暴露了 那这样吧 我再拿一双杯子 好 顾子军 情不宣 我喂她 喂男兽干嘛抱着我啊 我又不是阮宝宝 顾子军啊 你抱着我看看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不是说没关系吗 怎么昨天一个房 今天又一个房呢 爸爸你能不能坐过去一点 我想和妈咪坐 妈妈 你是不是有了爸爸就不要我了 宝贝乖 妈妈这几天要加班 你记得在家里要听奶奶和太奶奶的话 好点休息 不要等妈咪回来吧 妈妈 妈妈 你是不是有了爸爸就不要我了 你看你最近一直都和爸爸在一起 我这是哪里找来的极品儿子 他还吃醋了 没有 小傻瓜 你家妈里心中是一位 真的 人呢 看得出来小白很喜欢你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一直陪在小白身边 顾紫禁这是什么意思啊 顾总 人言可畏 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 是因为五年前那场安方的交易才有的小白 好 好 爸爸爸爸快点快点 啊 哇 哇 在北清酒耶 日大白 这才是他大白嘛 哇 这个好可爱 好可爱 小白喜欢的话就买吧 这个也好可爱啊 丑死 服务员 除了这个 其他都要了 丑吗 丑 又丑啊 爸爸 我和妈咪要去做极速企鹅 你要去吗 可以啊 怎么办 走不容易小姐 妈咪 你太起来还紧了 哭 妈咪你怎么了 妈咪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嗯 你和爸爸先去玩一会儿 妈咪在下面等你 没事吧 没事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我跟小白马上回来 好 父子姐 嗯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不会走就的 去吧 好 爸爸 我们去拿两个小衣服 穿着去找妈妈好不好 嗯 姐姐你了吗 好吗好吗 那你没办法 你是谁啊 秦小姐觉得呢 你 你是顾子晶 你幼不幼稚啊 你要是让故事集团的人 知道你现在穿成一个小熊样子 还不笑死你 哼 你看你满头大汗的 幼稚鬼 可是我还笑 顾子晶 你 这位新姐 是你眼神最勾引我的 我 傻傻的遮掩失眠 再哭一遍 心碎一遍 就像从前 子晶和小少爷他们去哪儿了 少爷带小少爷 还有秦小姐他们去海洋公园了 带小白去也就算了 带那个女人去算什么意思啊 好 子晶 奶奶有话说 奶奶 有什么事情你今天在说呢 子晶 你最近是不是越来越 被这个女人给迷惑住了 别忘了五年前 秦家是怎么陷害你的 奶奶 我念你是我奶奶 所以有些事情我没有跟你说过 以后我自己的事情 可以自己做出 包括婚姻 肯子晶 我要去跟小白睡 小白已经五岁了 不需要你再陪我睡 那我还是睡客房 秦布轩 你这样会让我以为你对我 早已情非是深处的 不敢跟我睡 你是要控制不了自己 顾子晶 你根本就是在颠倒黑白 明明控制不了自己的人是你 你 秦布轩你不敢吧 你要是跟我睡一点心思都没有 我们自然会相安置 那还请顾总你自己克制一下 不要对我东说东讲 居然睡在那下午 顾子晶也没喊我 秦小姐 少爷吩咐了 说今天放你一天假在家休息 不用去公司了 是吗 我是不是听错了 顾子晶竟然会放我一天假 喂 呃 那个请假的是 我又不是那种唏嘴鬼老板 你陪了我儿子一天 放你一天假 和情和礼 嗯 那谢了 好 会继续 哎 他真把自己当少奶奶了 现在连床都不起了 比我这老太太还来 妈 也许秦穆坚昨天陪小白出去玩累了 再说紫禁今天也给他放了假 不用去上班 难得休息休息也没什么 遗憾 你少为他说话 对了 郭恒怎么样了 你愿意给他请了顶级的医疗团队 就等着他醒过来看一眼小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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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也不用太难过 顾恒也说了 这是他的命数 你也不用想太多 唉 啊 我知道了 Lisa姐总裁哪儿去了 医院 一小时之后会回来 所以并不用担心 好 嗯 怎么了 家略有备文件 你把我带到医院 医院 嗯 怎么了 家略有备文件 你把我带到医院 医院 医院 等一下我会把会议去帮你 李叔 医院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少爷很少会让人去医院 啊 也许顾子经的员工受伤去医院了 又或者是他自己 应该不是他自己吧 啊 顾总 顾子经 你在干什么呢 那么多人看着呢 别动 我就是让你 你怎么了 没事 一会儿就好 你先帮我看一下 等会儿跟我一起去 可是李叔还在外面等我呢 喂 是我 你先回去吧 这样可以 可以 这是核设计师的设计图 你可以看着学习一下 核设计师的 核设计师的 在国内外富有胜利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去见他一面 没想到现在 竟然能够有机会观摩一二 虽然看似完美无可挑剔 但是里面 厕所那部分设计明显就是适用于外国的 对于客户来说 不一定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顾总 嗯 其实我觉得厕所的这个位置 我们需要修改一下 它位置特别的不明显 不容易被人找到 而且你看它距离主厅 真正有三个走廊的一个距离 接着说 还有这个主厅 可以设置更多的休闲座椅 你觉得吗 这样吧 身后折访公司 你可以进行小部分修改 但是 你只有十分钟时间 好 可以 合作一块 合作一块 清不全 你之前学过设计 嗯 我学过室内设计 只不过 只不过你也知道的 我们勤家当年宣布了破产 所以 我也没能够读到毕业 不过这些年 我一直都有咨询 或许 我可以送你出国去进修 算是这些年 你抚养小白的报处 出国进修 就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可是小白怎么办 如果现在选择出国 以后就再见不到小白了 好 谢谢顾总好意 既然我已经跟你签了合同 这两个月 在小白身边 那么 我这两个月就会待在顾家 哪里都过去 谢谢你了 大白你怎么才回来 嗯 我这样考试 妈咪 我考了全班第一名 那 大白该奖励小白什么好呢 嗯 妈咪 你只要 一直陪在我身边就够了 妈咪 你今晚可以不可以 陪我一块儿睡呀 你都好久没有陪我一块儿睡觉了 嗯 那今晚你就陪小白一起睡 走 子晶 你之前说过的话 奶奶都听进去了 奶奶确实没有权利干涉你的婚姻字眼 可是 笑语 是奶奶固有唯一的孙女 你就看到奶奶的面上 帮帮她 再说 你们两个是一起长大的 我知道怎么做了 放心吧 奶奶 爸爸 小白 爸爸跟你说几句逍遥话 顾子晶有什么悄悄话 要和一个五岁的小孩子讲的 小白 爸爸和你说了什么 爸爸和我说 我已经是大孩子了 不能再老缠着妈咪 妈咪 今晚你还是和爸爸睡吧 我一个人睡可以的 肯子晶到底说了什么 妈妈 我要喽 为了小白的身心健康 这两个月你要和我睡同一个房间 这和身心健康有什么关系啊 小白说 她说她同学的爸妈就是睡一半的 小白 你以后要是想要我弟弟妹妹的话 晚上就不能老是善意妈妈睡觉了 知道吗 知道了 以后我就能念 不要年纪小的小朋友的脸了 耶 怎么了 也没什么 就同事放的那个巧克力不见了 哦 不重要的东西就不要找 哎 从我这带去对街的人都快一个半月了 顾总你该不会是借人不还吧 项目还没结束 怎么 你那很确认 那倒没有 但是就有点好奇 没顾子晶你该不会是铁树开发了吧 城北那块地皮 你还想不想要 啊行行行 你这么滥用职权 这可不公平啊 进 顾总 这个项目我的那部分工作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其实今天我就可以回齐心集团了 项目既然没有完工 你就要盯着它完成 不是还有楚风吗 那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还是楚风是吗 你要回去了吗 没有啊 秦美雪啊 嗯 晚上你有空吗 怎么 啊 晚上有部门聚餐 你吧虽然不是故事聚餐的员工 但是这段时间我们相处的还不错 所以啊想邀请你一起参加 嗯 晚上可能有空了 啊 如果伯父伯母担心的话 我可以打电话给伯父 伯父伯母 把我送上了郭子晶的床 卖女求龙 你再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啊 我 啊 这是我的车钥匙 我忘了 你先替我保管 晚上和我一块去 啊 好 好吧 晚上我让管家里接你 我还有事 不用麻烦你输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 嗯 笑语这次新戏你一定要帮她 你一定要自己去 别人我不放心 严笑语在娱乐圈混了这么久 还在二线停止不前 除了工资不行 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她自己的问题 喂 喂 顾总 今晚关于你的严家局的档案 转入你自家娱乐公司的协议 已经准备好了 我半个小时之后过去 您要顺替娱乐的公干掌证 嗯 好 哎 顾总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 顾总临时有事 麻烦咱们办法试 啊 没事没事 顾总这次感谢处以高价 带走我们眼前 已经是很感谢顾总了 这次顾总为什么要亲自出面 难道总才喜欢这个严小姐 应该不可能 可老板怎么就偏偏要高价 把她签下来呢 服务员点餐 不是说顾门聚餐吗 啊 他们几个来不了了 所以各吃各的 等到七点的时候啊 再聚在一起去唱歌 真的吗 啊 我就要一个乌冬面就好了 寿司你不要吗 这里的刺身也是很出名的 啊 这顿我请你 下回你回请过来就行了 啊 所以她不需要礼收来接 是为了跟宠峰出来约会 走吧去唱歌 好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我们一会儿要唱几个小时 啊 两个小时 怎么一瞬间 有一种被捉奸在床的感觉 虽然我和楚风是清清白白的关系 但是又是顾子晶误会的话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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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开包还是 刚刚进来的一男一女去哪儿啊 我们根本没有可不可以去 就要你们接一块儿 来太爷子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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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却别人 楚风你小子没劲啊 你妈最近催婚催得紧 这不正好有个县城呢吗 谁啊 我 我要去上洗手间 没错 喝酒喝酒喝酒 来 김姐 放开我 不要放开我 我就喊人了 我是补姐姐 你怎么在这 你说呢 别太 你跟别我 我现在到底是以什么设责列出的 你在那一遍 在那一遍 就像一只 孤子鸡 我好难受 你知不知道 今天这一顿饭 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活该 孤子鸡 我是不是很没用 我连小白都照顾不好 我怎么会摊上这种女人 喂丽莎 喂丽莎 今晚的切语取消 你先回去吧 孤雞 孝羽 笑语的事情办好了没 严笑语的协议我没有去切 你怎么 哎哟 她怎么又让你抱着 她的腿不会走路吗 奶奶 都是孩子的妈妈了 怎么还随便出去喝酒 秦家这是什么家教啊 酒 哼 太晚了 还不得听 抱我寄下领带 清雄 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出去喝酒 还跟别的男人鬼混 别怪我喝酒 怎么 一大清早就这样给我硬化 谢谢 昨晚和哪个野男人去喝酒了 被子津接回来 秦小姐 你请自重一点 你毕竟是小白的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顾老太太 昨天我只是去参加了同事之间的聚会 那是哪样 你不要连面 我们顾家家大业大 我们还要连面呢 她奶奶 秦穆萱昨天参加的确实是单纯的同事聚会 奶奶 你也不用这么抓着她不放 她奶奶才是大坏蛋 不准这样说我妈妈 秦穆萱 奶奶的话你不用听进去 顾总 你不用跟我多解释 一个半月以后我也就会离开了 而且顾老太太说得没错 五年前 我的确不择手段爬上你的床 现在又因为小白的关系 赖在你和顾家部走 吃顾家的 住顾家的 够了 够了 顾子津 我秦穆萱在你心里不就是这样的女人吗 下车 不要 顾子津 秦穆萱我告诉你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